所以他跟一樣都炸漆飯啊 他沒有資格 對嘛 你馬炸漆飯出身的啊 我在這段月子裡面 我從不數以 我也從來不與人為敵 那我每天與佛祖同行 這一位就是小吳本人 這個有 喔 小吳 有19.5公分嗎 小吳 這個看起來沒有19.5公分 而且偏性 鳳梨合體誠意 狂大嘴炮舒慘 還被算炸漆前輩 贏很多 低調 他低調 他低調 網紅鳳梨去年底 和新一代女戰神馮玉廷開戰 還爆料馮玉廷其實是男兒生 接著陳怡加入戰局 就跟鳳梨成了好朋友 鳳梨昨日賽書刑事傳票 宣告跟馮玉廷法院見 深夜就跟陳怡合體直播 我贏了三斤耶啦 你們伯父覺得他很煩耶 他每天要做個網紅 跟你們娘要叫你們伯父開直播 跟他播這樣 你們伯父就看不然在演得出來 欸 小吳 教你們啦 小吳 你是害怕嗎 小吳 我今天看你開庭 這個很時尚啦 八九時尚都有準備好了 你先給大家介紹 林肥今天開庭 我特別自妝餒 在你拿 去到現場才發現 高大哥夾著尾巴 不知道在哪 根本沒來 來我現在問你特色官問題 現在他跟我是不是同類人 對他跟你一樣都大七番啊 他沒有資格 對嘛你馬大七番出身的啊 你大七番的前輩真本 你是覺得 根本就沒有這個人啊 他就是詐欺啊 這不是詐欺 不然什麼叫詐欺 你告訴我 以你的專業法律知識 你告訴我 沒有啦 說法律我是比不上你五檢查官啦 所以你是前五檢座嘛 對不對 啊五檢座 你看在詐欺嗎 前檢座 前... 五檢座已經退休很久了啦 我們直接講誰在幫這個高姓主賢背書 女人大律師李怡貞 女人大律師李怡貞 自稱跟這個 馮雨婷見過面 說他本人長得精緻的像洋娃娃一般 他以為供人物的身份來拜託 他曾經是你的粉絲 他小鹿亂撞很害羞的說 其實我是供你的粉絲喔 感謝啊捏 其實我現在已經退隱到了幕後 成為一名不幸的商人 我在這段月子裡面 我從不訴疑 我也從來不與人為敵 那我每天與佛祖同行 讓你看一下我真的不是隨便跟你打哈哈的 這一位就是小吳本人 這個有 喔小吳 有19.5公分嗎小吳 這看起來沒有19.5公分 而且偏氣 不要再扯我 全部都是你自己說的 我只針對高大哥 前簡座斜槓要計時 你的身份很多 講清楚 長得很漂亮又冰雪聰明的 誠信法律人 一起來聊聊吳簡座 那是因為吳簡座 如果您欠阿嬤的47萬 始終未歸還 同時 我們也非常的擔心 吳簡座 之前 曾經 斜槓過藥劑師 想明白一下吳簡座 您的這個用藥程度 絕密毒師的程度在哪裡 好我覺得 跟你聊天 都很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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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